中立区中原路是连接大圆、中立以及国道交流道的重要道路 途中还有大型购物商场以及大江工业区 车流量平常就很大 尤其上下班时间 更是容易出现涌色状况 而当中最令当地民众困扰的 就是中原路以及内定7街的这个路口 因为这里与购物中心的出口交位 耗制的距离过近 内定7街要转中原路的车辆 经常堵到动弹不得 今天特别邀请了交通局相关单位 到现场来会刊 希望我们交通局能够站在民意这边 以大江来做一个沟通 协调出最有利地方市民出入的一个方式 中立区中山公园这里的黄前溪 沿岸的石龙就是市府设置的河岸水利工程 这里的问题在于河川的水位都很低 水几乎都淹不到石龙 没有吸水就无法发挥原本预期的功效 反而是暴露在外的石龙结构 给了杂草生长的空间 特别建议市政府我们水户局能够把这边 蛇龙这个枣草重生的这个河岸 能够以水泥来做一个河岸 让这个河岸能够更干净 公园是最贴近民众的基础建设之一 对养额育女的家长们来说 更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的休憩场地 公园内的游戏场设施 简单就能满足小孩与家长的活动需求 而近几年来 在公园设置的共荣室游戏场 推出之后大受好评 也让设置的需求与日俱增 其实卢族目前的登附集人数 大概接近17万 可是流动人口我相信已经超过20几万人 所以说局需一个大型的公园 以及共荣室的游具 还有相对对小朋友 有帮助的一些游戏器材 所以说目前来讲 卢族区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共荣游戏区 这是非常可惜的 走在桃园市的街头 最常看到的公共工程工地 除了捷运建设 旧市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桃园市刚升格时 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只有5%左右 在六都当中垫底 而这几年来立平接管 接管率目前已经超过27% 市议员蔡永芳表示 桃园有很多区域的主干管已经完成 他也建议市府 家户接管可以加速进行 我们是整个全国里面 算进步最神速的 因为我们从以前的5% 慢慢进展上来 我们的接管率是最快的 那个主干管已经到了地方 那个用户接管就要赶快做 详情请锁定今晚的明代新在地情 我们用户接管率是最后一张座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